时代力量新竹党部继日前秋显制委员宣布参选新竹市立委 31号时代力量党部进行第二波2024区域立委提名 新竹县第二选区将由目前的党主席王婉宇委员教竹第二选区的立委席次 接受党内的征召 代表时代力量参选新竹县第二选区 竹北竹东宝山北浦峨美舞峰恒山的立委选区 战事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 身为时代力量的主帅 哪里需要我哪里就是我的战场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要为时代力量出展 新竹是台湾经济的火车头 是台湾的研发中心 也是台湾最科技最先进的地方 这里有一流的人民一流的产业发展 却只有三流的政治 我相信今年的选举 需要一股力量来证明 坚持价值和理念 不需要跟牛鬼蛇神眉来眼去 也可以得到选民的支持 时代力量决策小组考量选区的人口特性 以及王婉宇曾经在新竹生活工作过 对新竹有一定的熟悉度 因此提名王婉宇教竹新竹县第二选区 新竹是一个新竹县市 是一个年轻的城市 那有非常多的这个年轻世代 那在这边落地生根 那先来后到 那在这边养育自己的孩子 那或者是说新竹县市 头前须所面对两岸的这个水的问题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一个 我爱喝干净水的这个公投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交通的议题 事实上那包括现在的这个竹北天坑 就是风衣建设 然后五度的这个坍塌造成了这样的危险 那王婉宇委员都非常非常的关心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不管是头前夕的南北岸 我们共同来打拼 王婉宇也提到主帅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 需要他去哪里 哪里就是战场 目前国民党二选区已经有林思敏代表国民党参选 至于民进党以及民众党还没有确切的人选 叫出新竹县第二选区的立委喜次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